必須要擋出來去接贏這一顆球 這個球給到藍莉翔 這個球傳的危險被操走 加拿大拿到 出一擊的犯規 剛剛劉真看起來想要直接 最堅強的防守在這邊 很難了 所以你覺得說 還有比這問題更加 因為他沒拔進 這兩罰都沒有拔進 籃板球結果在中華隊手上 哇 他自己也雙手抱頭 因為這場比賽他的 罰球相當的不穩定 在這個關鍵時刻 他兩罰如果都拔進的話 加拿大就超前 這兩罰都拔進之後 中華隊 中華隊 教練團這邊也交代到了 第一個 寧可讓他得兩分 而且不要犯規 不要讓他投三分 但龍哥也提醒 他們是可以投很遠的 所以在很遠的地方 你也是要貼上去 是 對 就像這樣 可以貼到很遠的地方 都要貼 這個球 外線的跳投出手 沒進 撥出來 這個球 籃底下再拉到 比賽結束了 中華隊做一波 承諾的防守 這場比賽可以說是有驚無險的 在這場比賽 絕大多數的時間領先的情況下 第三節跟第四節已經兩度的被對方分數跟壓力了 看下去以後 團隊靠著自己的防守 一起合作 守住了這幾局裡面的這一個防線 加上在最關鍵的時候 呂正如晴這三個 那這場比賽 中華隊其實這場比賽 有非常多的時間 表現得相當出色 我們要競賞 好 來報告訪問 這球沒跟進 現在回頭被加拿大三打一 自己來 雙手三打 哇這一球大概也